大家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现在的人生活都非常忙碌 可是在健康这件事情 在生命当中又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 郑光庄的Marketing负责人 就是Sylvia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她是如何将忙碌的生活 还有健康的这个生命两者兼顾 Sylvia 您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ylvia Sylvia 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才提到过 其实你才有了宝宝是吗 还是之前有宝宝 是怎么样 刚有宝宝才六个月 刚有宝宝才六个月 可是看起来就好像没有生过宝宝一样啊 没有啦 是之前之后就很保持身材吗 一直都是运动健将是不是 一直都有运动的习惯 是非常喜欢做运动 因为我平时都很喜欢做热瑜伽嘛 好 OK 然后生完小孩还是继续做吗 对 生完小孩还是继续做 但是就是有决生完小孩之后 经历各方面还是不如之前 没有小孩子的时候 嗯 我知道现在生活人啊 其实都非常忙碌 对不对 又要上班 每个人都是要上八小时的班离标 对不对 要离标五 你还要照顾小孩 嗯 还要去做哈优格 嗯 你刚刚自己也说了 其实经历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够用 对不对 嗯 经历不够用的时候怎么办 经常容易觉得非常疲劳 嗯 嗯 所以我一直有在服用正观庄的产品 它是红生产品 嗯 这个韩国红生呢 对提高免疫力 增强精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像大病出狱啊 这现在我又有问题了 Sylvia 刚才我们提到许许多多 有关于正观庄的好处 红生是怎么来的 除了六年生之外 还要有十二年这样土壤孕育的工作 可是我还想知道 其实正观庄它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嗯 好问题哦 嗯 正观庄呢 它是拥有世界第一人生品牌 嗯 之所以是世界第一人生品牌 它其实有将近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正观庄的意思是说 真正官方管理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 它的历史其实它在很早之前 它是属于一个韩国政府 管辖下的一个部门 是像 呃 是像大家所说的政府管辖下农业部啊 之类的有这么一个红生部 这样一个部门 嗯 下产出来的 嗯 在近 最近将近三十年之前吧 呃 它是韩国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大家知道很多世界领导人去韩国拜 嗯 嗯 韩国拜访的时候 韩国政府都会送给他们一个非常尊贵的正观庄的礼品 是 对有送给过啊 请问一下里面是什么吗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这么珍贵 就像你提到 其实正观庄啊 它是由南韩政府组织 由一百二十年之前流传下来的嘛 嗯 而且我记得啊 你好像之前也跟我讲过 其实正观庄 它的观印是非常重要的 嗯 也是从一百二十年到现在都一直流传到至今为止 嗯 表示它的产品绝对是纯正六年生 品质是严格保证的 嗯哼 没错 它的里面到底是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啊 哈哈哈 正观庄的洪森到底是如何神奇法呢 嗯 首先像我们之前说过正观庄 嗯 它有这样特别的土壤管理 保证了永远永远都要用六年更的人生 我们要保证它的营养成分 永远都是最高的 在你每使用的每一个正观庄产品中 想象一下 它都是通过十八年 漫长的十八年 啊 精心获得了 你的人生中有多少个十八年 可以吃到这样的产品 嗯 嗯 其次呢 正观庄 它是 嗯 一百二 将近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在世界上都非常的出名 它有出口将近六十多个国家 你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买到正观庄 正观庄的产品哦 OK 嗯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是用正观庄的什么产品 Women's Balance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哦 在这个就是Women's Balance 它是一盒有六小包 总共有每一 每一盒有六小盒 每一盒有五小包 所以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 OK Women's Balance 一个月所以一天是一包 一天是一包 对 这怎么服用 每天早上空腹时用吗 其实没有关系啦 嗯 就像每天吃维生素一样 你每天有固定的时间 用来饮用一一包 呃 大概基本上其实一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明显 身体有明显的改善 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 红生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 提高免疫力 增强精力 尤其是对女性来说的话 它还有抗氧化 抗氧化是什么 就是抗衰老啊 大家都希望永远年轻漂亮啊 所以这是红生主要的一大功效啊 还有就是它可以调节 女性的荷尔蒙的水平 因为像荷尔蒙水平 很多时候就是 Inbalance 控制女性情绪的 有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最近怎么这么喜欢发脾气 最近觉得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都不是很顺心 OK 其实 其实很多时候 是因为你自身的情绪 自身的荷尔蒙水平 让你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 所以就觉得 最近好不开心 好像事情都不太顺利 劳工怎么样都不对 还一点都不听话 OK 工作很不顺心 对 其实这样 长期服用一个对荷尔蒙水平 有所控制的产品 能帮助 帮助大家 尤其是女性来说 有一个平稳过渡期 所以这个名字叫做 Women's Balance 就是要帮你整个荷尔蒙 整个内分泌系统调节一下 对 让你可以不要这么的经常暴躁 郁闷 觉得老公好像什么事都做不得 小孩子们都不听话 工作又不太顺心 对 Women's Balance 差不多一天一包就可以了 对 而且我是知道 因为有很多女生嘛 经常有手冷脚冷的 就坐在办公室 在空调房坐着 他经常觉得好冷 都要拿一个小暖器来 对 像他红参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说促进血液循环 是 那么血液循环加快了 在手冷脚冷的毛病 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他就是这么的不一样 所以他的人参造肝这样的比例 可以跟任何的其他人参都无法比拟 人参造代 对 所以他这样子可以 他这样子 他那个东西到底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人参造代的营养成分是非常 非常高的 他对人体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像我之前有说到的 提高免疫力 增强精力 抗氧化 提高 提高记忆力 很多朋友其实都问过我 他说 为什么郑光庄比其他的牌子会贵一点呢 大家都是人参都是红参 其实有一点我一定要向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 郑光庄一直致力于提供六年根的产品 就是为什么六年根这么重要 大家其实可以去我们的官方加盟店 都可以看到有不同不同的展示 可以告诉大家 一年根 两年根 三年根 四年根 五年根 六年根的人生其实都是长的什么样子的 他是在六年之前的人生都没有很多的腿 都可以看到小小的 跟的也是瘦瘦的 等到长到六年的时候 他才长成一个完完整整的人生 而且到六年的时候 他的营养成分 其实才是所谓的人生灶带含量才是最高的 如果长到七年的话 那么他的营养成分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所以郑光庄通过这么多的科学研究实验 最终得出的结论 六年根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 既然六年根的人生这么好 郑光庄就一直保证要提供六年根的人生 所以其实红森的他的好数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郑光庄的红森 因为他是六年森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如果可以帮助普通人来说 不管是老年人或小朋友 他可以帮助免疫力的提升 帮助女生来说 他可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 帮助男生又可以增强他们的精力 让他们的精气神更好一点 对而且帮助小孩子还有提高他们的记忆力 小孩和老人都其实蛮需要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全家大小都应该算蛮适合 可是其实真的很多人会来一定有听过这个问题吧 Sylvia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红森跟西洋森有什么不同呢 平平都是森 不过就是一个红字加在前面 或是两个西洋那个字加在前面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真的很大 因为首先这样说吧 我们有听说花旗声 有听说红声 有听说人声 都有什么差别 在地理学上说 韩国的红声为什么是最好的原因 首先其一 韩国的地理位置 它是处在这样一个狭长的岛屿 然后在两面都可以吹到海风 这纬度是最适合人生生长的这个环境 其次呢 正观庄的红声是采用六年根的红声 它挖出来之后 要经过蒸洗等复杂的过程 它有经过自然的蒸熟 就是把新鲜的人生放到自然的环境中 自然的风干蒸熟 然后进行其他的处理 这样一个过程 它会大大的增加人生中 营养成分人生灶带的比例 比起普通的西洋声来说 或者是大家熟知的花旗声 往往有多到两倍 甚至更多到三倍 据我所知啊 在节目之前你有跟我提过 其实啊 这个正观庄的红声啊 它的制作过程真的是非常久的 不只是单纯的你的土壤要好 纬度一定要在34到35度之间 海风要不停地吹 要潮湿 可是也要有太阳 可是气候又要够寒冷 才可以长出这么肥美 这么跟这么深的这样一个声 因为看过一个人声 它真的是非常肥美 非常厚实的这样一个人声 长出来之后呢 它只是一个新鲜人声 然后在你说的 它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工序 它经过要蒸 它要清洗 它要蒸熟 它要风干 很多很多不同的工序 才有办法做成 我们所谓的正观庄的红声 那么人生种六年就OK了吗 不仅种六年根的人生 而且正观庄至于土壤的管理 每一颗人生六年是它的生长期 其实整个的土壤培养的过程是18年 它首先六年生长期 在这六年之前的两年 这个土壤是不可以种任何东西的 在两年之前十年 土壤要种 这个土壤要种一些植物 可以反馈营养到土壤中 让这个土壤有更多的营养成分 可以用来提供给人生 这么好这么好的营养成分 而且正观庄至和有签约的农场合作 很多我看很多采访很多农场场主会说 对正观庄是有恨有爱 恨是因为正观庄官方经常会到农场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去保证你这个土壤是不是有经过各种合格的验定 你这个程序有没有按照正观庄规定的程序去种植人生 等到他所有的这十八年整个十八年的过程 一步一步按照正观庄所规定的完成之后 那么正观庄会过来把他所有的人生带走 对农场场主来说非常方便 所以这又恨又爱 漫长的十八年也都是为了所有喜好正观庄的这些人们 让他们的健康更有把关更有保障 所以其实正观庄他整个生长时间要长达十八年之久 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把最好的红森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随会会继续告诉我们 其实正观庄还有其他的产品可以怎么样照顾您的健康 好吗